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么多前书第十二章第一节 弟兄们论到属灵的恩赐 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 所以很多时候这些差的下一代 是为了神给父母再多一个怨言 让祂能够得到的掌上当 不是等于他回到石安邸教会的领袖 你的掌讯真是很大 因为你受过忘念很多 就算在我保护之下 简单来说我们打游戏的时候也说 我面对战略 我下面的所有策略家 其实是一生的 在我保护之下 他们面对策略 明白吗 即是他们做极 他们都是叫做枉 最多或辛苦 但我做极 我做错都已经死了 即是死了 所以我是战略 他们面对策略 所以很开心 在传媒离世之前 我教到他战略 因为他需要战略 因为他需要战略 因为他一生在我保护之下 是我面对所有的战略 所以就算策略家 神隐时也要给他一些差的下一代 就是让他面对战略 少少关于战略的瑕疵 就由他自己 这么亲近 也不会灭了他 也不会杀了他 也不是压沙拉郎 让他经历战略的人生 但是如果不是的话 可能他们的掌赏 是不足够做辛苦的 所以会被他们遇到一些差的下代 或者差的门徒 是被他们经历 不是顺风顺水 你上到殿堂才是最多祝福的 当然不是 你一定要是性格最好 付出最多 但是因为 有一个越好的领袖 或者越好的教会 有时就会使得我们 越没有受这方面的挑战 没有这些挑战 人是有惰性的 你自然就不会在这方面发展 所以不要轻看有些子女 想起有些跌倒的人 有时子女根本在神来说 那并不是什么 总之在石庵都能够有本事跌倒 在永恒里面 你不要当他们成功 再神来说 只不过是将他成为一个棋子 是塑造他的父母多点 挑战他的父母多点 所以这么多年也是 凡尽这些父母都跟他说 你记住 你的子女跌倒了 他还他,你还你 你一定要交好你的信仰 否则你就不配 你不配是有几个徒 你已经回到这么好的教会了 有受过几多悲伯 有多少磨练 有多少 就算是全职 也有多少 最多是你的领袖 去帮你全顶 所以神免得 很多这些好处祝福 只是去全一个人身上 他都起码分给你们 所以你们面对坑坑 冲击、磨练 甚至面对教下一代 给你们去发挥你们的思维 发挥你们的信仰 发挥你们属于你们自己的决定 而在这些决定当中 你们要执行 用这些方法 所以是会有的 一定会有的 不是说那种 所谓一次得救永远得救 那种错觉 就是信了主 一切都未好 所有事都不会有 无病无疼 无灾无难 什么都完全是磨练 甚至叫做信主的奖励 信主的奖励 不是全在这一生 在这一生 应该尽量有这多付出 而在信仰上 挑战得得多 而并且由你改变得多 然后在永居里 才可以最多祝福 所以你们要看 神原来摆在我们眼前 有这麽多事 可以让我们思考 就好像你在信息之前 你们要问很多题目 我追着老金思考 有很多本身不是我的范围 但我经历过,我就会想一下 我怎样可以学到 学到之后,我怎样能够给予人 怎样能够祝福 信仰是这样的,是你要去寻找的 所以很多人所谓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信仰 制造一个养尊处优的人生 这就是证明是很好的信仰 你看看我 我由信主到现在 我说信主到现在 不是说由做牧师到现在 我由信主到现在 哪有养尊处优 我自己鞭策自己 我做的事 何时是重视过 或者是着重过养尊处优 我每一件事都努力不懈做 所以那些所谓一次得救永远得救 就等于属灵堕胎 但我们一日未来世 一日未有复活身体 一日未来都应该挑战自己 在信仰上更加似神 更加成长 无论挑战来自你身边 或者来自你的配偶 或者来自你的子女 都是给我们能够 可以成为辛苦 的一个最重要 可能我们就是欠个丁 那么多 无法成为辛苦 有时有一个错觉 就是说 鸭沙龙在大胃下 他细色觉得自己好 细色觉得已经是与别不同 已经不用做到其他任何事 都已经应该得到某些事情 这就是有一个错觉 就是说你越近一些熟灵委员 就越有时 因为他们的任备下 你会发觉有时 有些应该是你的磨练 你尽快用慰勿去顶住 明白吗 那个明明应该是你的挑战 但你尽快要求慰勿 他给了慰勿 你又有生之年有祝福 但你永恒里面 就没有了奖赏 但如果在那时候 你要慰勿的时候 你会挑战 你现生有生之年 你可能少了被人的尊重 可能少了某些笑容 但你永恒里面就有奖赏 所以我发觉 我常常都尽量提醒你们 就是小心 回了石安 有这个错觉 你跟着一些熟灵委员 在他们的任备下 你下意识以为 用mercy 甚至赚到永恒奖赏 mercy是不行的 mercy其实是给了一些 等于一些问题 给了提示 但你给了提示之后 你不可能说分数的一用位置 那么高 不可能是mercy 那是使你的能界 在这个时刻 能够过一些 或者是好过一些 或者可以尝试碰一下问题 可以拿到提示 但不可以拿到相同分数 是不可以的 所以是值得的 即使遇到这些事情 不要轻看这些人 因为原因就是 可能他真的需要这些事情 才可以做个辛苦 否则他紧紧 差一点点 但是做了同类 革命行里面 有牌生的 就算你是同类 第一个 你不如做辛苦的 第二个 最后一个也好 辛苦最后一个 比你同类 排第一 所以每日一定会有 我们当中一定会有 所以当我们遇到这些人 我们不要轻看这些人 或者我们在自己的时候 理解了 总之信仰神神 都不会信私 他一定会和你计较 你真真正正所付出 关闻多前书第十二章第一节 大兄们论到熟灵的恩赐 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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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珍惜我 似月之人 让我今生 愿意